三国时代的雄兵当中 蜀汉白尔滨作为刘备一手组建的贴身精锐 名声可谓极为响亮 其率领者沉道也在许多网文中 被吹嘘成战神一般的人物 然而白尔滨记载的西上 使得他一直笼罩于历史的迷雾当中 逼折且以拙劣的财力 来略略推测一下白尔滨的实际状况 而卢尔也称毛 毛是以毛牛为编织的事物 在古代通常用于武士盔甲和武器的装饰 也用于制作符节 以所谓白尔滨 就是用白色牦牛尾作为装饰的部队 一方面用牦牛尾装饰体现了威武尊贵 表示了刘备对这支部队的区别对待 畏略记载 刘备在荆州刘表麾下时 就喜欢编织牦牛尾 这当与刘备编织贩卖草鞋的经历有关 而后来刘备入川 西蜀所近的枪脏地区 又是牦牛产地 因此刘备将自己组建的精锐贴身卫队 命名为白尔滨 白尔滨的首任统帅 是名为亚裔赵云的陈道三 相比于多次独当一面的赵云 陈道才真真正正是刘备的保镖队长 全方位负责贴身护卫刘备安全 田于庆教授认为 白尔滨被称作西方上兵 可能是来自川西的强系民族部队 似这种说法笔者难以认同 这里的西方应该指的整个属地 即白尔滨是从整个属地选拔而出的精锐 不排除其中有少数民族士兵 但刘备应当不会将自己的安全 交给一支大步由少数民族构成的军队 白尔滨的装备应当与袁绍会下的先登死士 大忌是类似 先登死士大忌是 其实基本上是同一类兵种 也并非编制名称 而是汉末常见的进卫部队 由区义率领负责打前锋时称作先登死士 而在袁绍身边护卫袁绍安全时称作大忌是 几兵相对于枪兵 有着更精良的训练 由于几的小智的存在 几兵格斗能力较强 适合阻击骑兵 配备重甲能有效防御骑兵突击 避免主将在乱军当中被敌气逃取 但长级的穿刺能力不如长枪 因此护卫性质多于冲击性质 因此笔者认为 白尔兵中当有很大一部分是精锐的疾病 参考袁绍军与公孙战军作战时使用强弩杀敌 白尔兵中很可能也有远程火力 汉代的弩技术已经非常发达 大黄弩堪称威名赫赫 在汉中争夺战中的汉水之战中 赵云掩其息骨炸敌 突然令弩兵万箭齐发 曹金惊骇 自相柔见 坠入汉水中淹死者不计其数 无我们考虑到赵云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 以及其与陈道的亲密关系 笔者推测 在汉水之战时 赵云麾下很可能有一部分白尔兵 他们在使用强弩作战时 攻击迅猛而赋予节奏 给予了曹操军示弱雷霆万军的打击 夷灵之战刘备惨败 几乎全军覆没 但终究得以身还 并在白地城整理残兵 令吴军不敢再追 陈道所辖白尔兵的奋战 当发挥了很大作用 陈道在夷灵之战后 与宇颖一同增助 镇守白地城六 防御吴军入侵 在李延内调后 接任李延的永安都督职位 而白尔兵的建制 在刘备去世后仍然得到保留 陈道去世后 永安都督相继由宗裕和罗宪担任 白尔兵应当也在永安都手中传递 危机汉政权镇守东锤 永安都除了担任与吴国的外交任务 防备吴国可能的居心不轨 还需要安抚 压制川东和贵州西部的少数民族 蜀汉灭亡后 吴国试图以救援为名 窃取白地城 罗宪因为吴国趁火打劫 大怒投降魏国 以少量兵力将来袭的不携军打的大败 并抵挡吴国名将陆康纪年 魏国才派狐狸前来解围 其作为精锐的禁卫步兵 白尔兵力大驾重 适合成意防御战 但也能在必要时候换上轻甲 出城突袭敌军 其出众的作战能力 在永安保卫战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蜀汉灭亡后 白尔兵的剑制废除 但白尔兵战士们仍然留在属地 作为大进的战士传承着战绩 后来罗宪直指罗尚担任一周刺史 因处置不当激起从人 李特一族的变乱 胡汉各族分歧响应 罗尚固然是庸禄之才 但他与李氏流民集团连番缠斗 竟一度骑袭斩杀李特和李府 李远八 在成都保卫战中击杀李荡九 后来罗尚放弃成都逃往八郡 尚且一度发兵抓获成汉大将李湘的妻子 宰世和儿子李寿 虽然季汉已经灭亡多年 但罗尚作为罗宪之职 其麾下的军队当中 必然有一定数量白尔兵的后裔 他们与监禁的白顺满武士连番死斗 不落下风 这也是白尔兵最后的余会 这也是白尔兵最后的余会